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后是靠什么来驱动呢 其实是技术变革带来的 所以需求是不变的 变的其实是需求的满足的方式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世界上没有传统行业 所有的行业都是有非常多的机会 只有传统的企业 只有跟不上这个技术变革的潮流的企业 所以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来讲 从需求满足来方式 我们应该需要看到说 我想从事的这个行业里面 需求最大的变量是什么 因为只有变量足够大 才有大的机会 所以这也是选题观里面 我们需要深刻去思考的 我们这个行业的变量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汽车 汽车是一个已经稳定了 稳定运行了好久好久的一个行业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很多公司都进入汽车行业 为什么 很简单 我们看到这个行业有两个非常关键的变量 第一个变量 能源 就是我们以前汽车是汽油驱动的 今天我们要把它变成电力驱动 这是一个能源的变化 这个变化对整个汽车行业的整个生态 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冲击 首先是汽车里面最重要的零部件 引擎 引擎就会面临非常巨大的变化 以前是汽油的发动机 那今天会变成电动的发动机 这里面整个 就行业最关键的一个玩家 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巨大的变化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变量 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其实会带来更大的一个变化 是我们看到有一个职业消失了 就是司机 那这个职业消失会导致整个行业的产业的 这个生态也会发生巨变 至少可以预见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造车公司和出租客公司的合并 因为司机这样一个角色的消失 其实会导致我们的制造或者说产品的公司 和我们的运营型的公司 实际上两方会变得有交集 最后我们会看到这个行业的变革 会朝向于制造和运营合并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去走 这个其实我们今天如果大家留意 这个行业的一个变化的话 其实已经在发生 当然首先在飞机行业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趋势 飞机 波音公司已经推出无能驾驶飞机 并且可以 就是没有一个驾驶员的一个飞机 它在运营 本来它只是造飞机的 所以这是在汽车这个行业的一个变化 然后再拿汽牛做一个举例的话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变量 最大的变量其实刚才我也讲了 其实是一个交付方式的变化 就是从我们交付软件或者硬件 或者元代码这样一个方式 变成一个云服务 所以我们产生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是 我们对结果负责 为烂客户为结果买单 这实际上是互联网 这样一个新兴的生产力工具 导致人和人之间的协作方式的变化 因为之前没有互联网 所以我们只能用软件的方式去交付 所以今天其实在IT的不同层次上来讲 都会面临相同的变化 无论是所谓的us还是pass还是sus 我们都看到这样的相同的一个变化 所以在选题这个里面 其实有第三个很核心的话题 是不变量 什么叫不变量呢 因为需求的满足的方式 不变量其实是你的定位 也就是说你在哪里 你在这个产业里面 你的位置在哪里 蛮多人就是会选好行 但是选好行以后 你决定你做的好与不好的时候 其实是你要再而想清楚 你在哪里 其实蛮多公司会非常容易认为说 这也是我的竞对手 那也是我的竞对手 那么它其实缺乏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它其实对自己的位置的思考不够 因为在你没有去思考你的定位的时候 你看谁都是敌人 只要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都会觉得这是我的敌人 当然我在以七牛作为一个例子 我们今天也听到很多云计算的公司 每一个公司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位置 那七牛对自己的一个根本定位 是我们认为 我们是一个立足数据管理的 一个中间间服务商 什么叫中间间 可能这个词有点技术化 简单来讲 我们把云计算分成三个层 最底下是资源层 就是我把机器变成一个虚拟化的 这个云的资产去卖给你 这是最底下的 中间层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技术层 或者叫中间间层 就是我的客户大部分的问题 能够被抽象成一个技术问题 能够去通用化地去解决 再往上就是所谓的SARS层 就是行业 就是我面向测定的行业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是这样一个三个层次 资源技术或者叫场景 然后再上层是行业 这是我们对云计算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分工的看法 那么七牛我们认为 我们是一个中间间服务商 也就是我们面向中间的技术和场景这个层次 但是这是我们对初始的七牛的一个根本定位 实际上这是随着行业的发展会发生变化 所以我这里也提了一个所谓的跃切定位 我们认为我们有一天会走到行业侧去 只是说我们不可能认为 我们能解决所有行业的问题 在我们走进行业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极少量的行业 所以用一句话来描述七牛的话 是这样一句话 七牛首先是一个生产效率的工具 我们通过缩短从想法到一个产品成功之间的距离 就有一个idea 那我如何有一个产品 并且是一个成功的产品 那这中间的这个gap 是七牛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客户去解决的 我们通过不断地降低试错的门槛 来释放社会的创造力 这是七牛的愿景 因为我们认为创新其实是需要勇敢地 不断地试错的过程中完成的 因为我们在做一个前所未有的东西 那么我们犯错是必然的 我们认为错误并不可怕 最重要的是在错误中不断地迭代 不断地去找到满足用户的最好的知识 这是归于不变量 我认为也是在选题观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这是在我看来选题的三个要素 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我是不是能够对客户的问题感同身受 我是不是能够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专家 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行业的变化 我们的这个行业的变量在哪里 这些变量决定了这个行业有没有大的机会 第三个是不变量 就是你的定位 你在行业中的位置是什么 这是我认为选题 每一个人需要去深度思考的几个点